员工爆料在南港站的北区报道中心有同事确诊 不过同一个办公室却没有被要求停止上班 也没有被要求要匡列和筛解 这面染疫员工是南港站的北区报道人员 4月7号确诊就没来上班 但同办公室员工照常工作 让其他人担心可能造成疫情扩散 加上旅客搭高铁拿来北网 南港站又有台铁捷运三铁共购 也有客运转运站以及百货商场 南保高铁确诊员工不会与民众重叠足迹 或一起使用公共空间 但日前台铁车站和内勤人员确诊 就要求有接触史或同班的员工停班和筛解 中华邮政邮务柜台人员确诊 也要求超过20名员工停班筛解 高铁员工担心没警生防疫会出现破口 对此高铁回应 没有单位通知他们要进行员员扩大快筛裁减 和匡列密切接触者 如果有人快筛阳性 会针对空间和动线倾销 不过针对员工确诊 高铁机遇隐私不透露 只说个案状况以疫调为准 但到底有无接触旅客和接触的范围为何都没说明 也难怪会让内部员工和民众不安心 学生最期待的秘率总算解禁 台北市宣布除了国小仍暂缓 国高中生只要打两剂疫苗就能出去玩 但快筛PCR阴性都不算数 不过现在放宽是真的疫情允许吗 连学生都觉得哪里怪怪 日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才因为被抨击双标 为何能办阿妹演唱会 却不能举行校外教学对外发表道歉 现在时间一到顺势解禁 似乎也不是真的因应疫情在做滚动式调整 恐怕也没想到反弹声浪那么大 尤其台北市疫情是一再升温 学校自己也只能评估再评估 原则上非必要性的校外教学 应该会选择暂行或延后办理 那么至于跨校的大型活动 或者是社团的交流 也会是情况我们会斟酌 校方目前只有恢复原本已经取校的校庆 但不对外开放 另外像是内湖国中原定14-15号举办的格速露营 就已经延后到6月底 至于22号校外教学要去六福村 还得先经过家长老师开会讨论是否成行 旅行社当然也得提前准备好相关的紧急应变措施 只是虽然说要跟病毒共存 但大家还是不想跟病毒扯上关系 花莲就因为疫情大动作停课 台北状况 医师怎么看 花莲今天动作这么大 是因为他其实原来案例还不多 所以他当然可能 他们的民众其实也会比较惊慌 不像双北 双北其实去年震撼教育过 民众其实可能就会比较觉得 有一点被心理准备了 台北市看起来是真的戒慎不恐惧 政策还会不会有变 端看疫情怎么走 TVB的新闻 于是汉张一科台北报道 再一天全中运就要热闹展开 但最后一刻 主办的花莲县政府下了最终决定 为了考量到我们选手 还有家长 以及我们教练 整个赛场的安全 4月16号严赛 因为疫情不断升温 虽然目前花莲县只有9所学校有停班课 县府还是认为 为了保护学生健康15号全线高中以下全部预防性停课一天 等于一路停课到4月21号放假一周 因为学生无法接种疫苗 再加上校园需要消毒 花莲县不跟进教育部的新规定 只是停课还能进行远端教学 但全中运 引发不少教练学生 还有家长的不满 大家都调整好了 你现在又延期 训练上一定会有一定上个问题 那接下来的世界中学运动会 那我们可能又要再重新计划 对我来讲我已经没有心情去伤心 而是我更担心的是孩子们的安慰 有人赞同有人抱怨 不仅所有选手得要退票打包回家 受影响的还有饭店 目前来说影响是蛮大的 让选手跟家属的这些定金都能够延期做使用 虽然在县府的沟通下 饭店跟交通都能体谅尽量配合 不过延赛这件事 也让超马好手林一杰忍不住发文 他提到执政者 别为了政治而不尊重孩子 风吹雨淋 努力训练 很多学生是为了保送资格奋斗 拼这次比赛 是为了要能升学 况且日常的训练 就是要调整身体状态到巅峰 今天停赛 下个月就能如此表现吗 不要为了疫情而牺牲日常努力 疫情的影响下 如何找到平衡点 不仅政府似乎也成为你我都要思考的问题 特别新闻 高志恒秀伦花莲采访报道 部落篮球场民众大排长龙准备要做筛检 宜兰南澳湘民也绷紧神经 因为有不少人也参加过4月9号 金元会馆喜宴 同一天部落也有一场喜宴 有人两场都参加 就怕病毒在部落扩散 卫生局派遣医疗团队进驻筛检 跟队友去参加这两场喜宴的所有的乡民 来做快筛跟PCR检测 那昨天我们在南澳都功能篮球场 大概快筛跟PCR检测大概1200位 PCR要等今天的结果出来 1200人筛检还在等结果 然而14号深夜 卫生局紧急发通知 呼吁参加过金元会馆婚宴的民众 如果还没做PCR筛检赶快联络卫生所 并且要立即返家隔离 因为这传播链已经增加到15例 传染速度快担心会再扩大 主人也很好客 有很多朋友没有拿到 请帖就过来了 所以我们怕有泥漏的 原来很多人没收到吸帖也参加 资料没办法全部掌握 怕有漏网之余 卫生局才赶紧发通知呼吁 另外宜兰五节一间国小 14号晚上9点多接获消息 说有一名学生的家长确诊 班级15号预防性停课一天 目前还在等待学生筛检结果出炉 TVBS新闻 检纳沈黄凯敬宜兰采访报道 确诊术节节攀升 为了避免病患瘫痪医疗量能 就位中心14号调整轻重症分流 确诊孕妇会满36周 需要住进加强版集中检疫所 或防疫旅馆 还原满36周才可以收治住院 不过这样的措施 妇产科医师满头问号 产前一个月或是 有一些症状的 随时都可能会生产的 所以如果要做一些移动的话 会比较不太方便 建议人还在医院就进治疗 甚至住院 那不能单看周数 因为每个怀孕的妈妈 种况不太一样 妇产科医师说 怀孕未满36周的女性 有早产危险因子 如果集中检疫所 没有相关生产设备 也没有交互病房 一旦早产母婴 恐怕会有危险 批评这样的政策 还是要有配套 另外也有民众 在脸书爆料公社发文说 快筛阳性后打给1922 没想到转来转去 最后卫生局 要他自行开车到急诊筛检 民众质疑不知道 快筛阳性在路上趴趴走 还有多少人 对此医师说明 民众如果快筛阳性 最好还是先待在家里 如果真的是阳性 发现是阳性的话 那其实第一个时间 不是要冲到医院去 而是说要先1922 或者是相关的 卫生局单位 先询问 我快筛阳性 我接下来要怎么办 要去哪一家医院 医师说确诊后 卫生局会通知民众 该去哪家医院做PCR 也会安排民众 去医院哪个部门 甚至会有防疫计程车来接送 才不会让疫情再扩大 另外现在也传出 逃机缺乏救护车 有民众反应 4月12号下午4点半 有一架外籍航空长城搬机抵达 裁检后有6名旅客确诊 但救护车不够 就有确诊者在机场 苦等了8个小时 直到隔天凌晨12点多 才被再往检疫所 喝水进食都不行 疫情没有降温 确诊人数还是很高 中央除了想好配套 民众也得做好防疫 TV的新闻 终于轮廉的霍宇台北报道 长城队伍全为了 Apple折扣而来 一年一度iStore特曼 就算碰上疫情严重 想排第一 还是得5点就来 5点快6点 5点快6点 往年又来过吗 去年 去年几点 去年好像更糟 人那么多 现场基本防疫距离外 最近指挥中心推行的 社交距离App 大家下载了吗 我有 两位都有 那还会少10连制吗 会 还会 为什么 就习惯了 学生几乎知道 但像带孩子的爸妈 有些不见得晓得 社交没有了 对对对 是目前少10连制比较多 对10连制还是吗 没有下载 没有下载 这样恢复检查 10连制简讯 或甚至 你有下载 社交距离App 就OK 但也有这问题 短期内民众 可能都要下载 社交距离App之外 还是得要扫描 10连制 因为像我们现在来到 台北市的 新光色域南西 他们很方便 入场只需要 二选一就OK 但如果是要来到 他们楼上的 这场特卖会 业者就规定 你还是得扫描 10连制 才可以进场 很多人在问 社交距离App 真能取代 简讯10连制吗 也就是1300万人 使用才能取代 不过有下载的 部分地区 能比较方便 搭高铁 火车 公车等 你就会知道 可能你旁边的乘客 确诊了 或带小孩 长辈出门 他们没有手机 通行者 以大人的 社交距离App 来记录就可以 台湾社交距离App 现在也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在一个场所 待不超过两分钟 它是没有办法 进行侦测扫描的 所以像我们普遍 多数人进出超商 买个东西 两分钟以内 你还是要扫描实连制 而社交距离App 跟简讯不同在于 你确诊了 要在App上面回报 系统会自动通知 跟你接触过的人 万一确诊者刻意隐匿不报 是可依法开罚的 好好配合 不当防疫破网 QA新闻 王金棠 瑞台北报导 新北市COVID-19 居家照护 全面启动记者会 这是4月14号 新北市长 侯友宜 为副部长 陈时中 开心一起参加 记者会的画面 但三个小时后拉紧报 在场有记者确诊 好 大家可以吗 现场有部长 市长 幕僚 还有不少媒体 看看当天的开会空间 是在密闭会议室 不过大家确实都有戴口罩 新北市14号 一共两名记者确诊 先是喉咙痛柴解 当天下午发现 确诊CT值只有15 这时候赶快匡列 另一人柴解 也是CT值14 但这名记者上午才汉 陈时中 侯友宜同场 市长快晒隐性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安全起见 本来应该是侯友宜 主持的农业推广活动 临时改由副市长上阵 不过下午议会的市政报告 考量备巡台上 有一定距离 则是照常出席 现在这样状况都很好 一切如常 只是说 因为目前市长 昨天有说明了 是在七天的 自我健康监测期间 因此今天早上呢 他的一些 比较有人潮 不是特定人潮出没的 这个场合呢 他就先暂时取消活动 那么之后呢 他也会每天做自行的 自我筛检 至于陈时中 庄仁霞还在讨论中 是不是要参加 下午疫情记者会 不过另一边 总统则是刚出关 在十五号零点解除隔离 还在七天自主管理期 第一场就是接见 美国联邦参议员 就是要降低对生活影响 政治人物顾防疫 行程也要照顾 TVBS新闻 蔡明轩 你做恒星北市采访报导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